你敢信 这个刚转学过来的傻大个儿 其实是最强方派的少主 这是他曾经的样子 但是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他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无奈最后只好用拼音代替 同学一看转学生这面相都能当我爸了 而他显然没有改掉习惯 而且刚刚落作不久 居然听到窗外传来了枪声 他还以为是仇家上门 这一番操作给同学们纷纷下懵逼 还真以为有什么恐怖袭击 可开窗一看 同学们裂开了 这大兄弟莫不是有什么毛病 没过一会儿他不慎跟讲课的老师对上眼神 正好此时老师要请学生回答问题 妈呀不会叫我吧 那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无人能敌的他本来被寄予厚望 老爸一心想将会长之位传给他 可因为他是个铁憨憨 难免会有人不服 你要问他憨到什么程度 本来这次生意要谈到27亿 本来这时都超出预想好几亿了 可这家伙是个鱼木脑袋 直接把自己算昏了头 管家和小弟直接懵逼 少爷好大的胃口 对方有点不爽 那么最后再加五 这下总行了吧 可我们的大聪明依然稳定发挥 没谈拢的双方大打出手 本来被老爸派来谈生意 但他却把对方通通打进了医院 老爸说如果你还想当老大 那就去给我上学 换装 吹头 准备出发 可以看到这大批学生 他瞬间变射口 走到校门口还被挡住问话 好在被大爷解围带进学校 而这个看起来是园丁的大爷 其实正是这所学校的校团 终于熬到下课 憋不住的他赶紧掏出一根棒棒糖 正好看到旁边有卡拉米 在欺负男同学 而他也突然发现自己和少年的钱包被互换 原来是刚才捡钱包时不慎拿错 看来这件事不管不行了 他赶紧上前夺回钱包 是你们几个小卡拉米主动惹小爷的 被作妃可怪不得我 阿南正准备出手 管家和小弟跳了出来 原来在转学进来之前早就被警告过 绝不能暴露身份 必须遵循校内的规章制度 没办法 即使被打也只能先忍着 但是本少爷记住你吗 下午上数学课时 老师正准备点名回答问题 为了不被点到 阿南又使用老招数 可在这位老师看来 这完全就是举手要求作答 这下干大了 连加减乘除都搞不明白 居然让我回答三角函数 好在一旁的小姐姐 梅子替他回答了问题 可众人却无法理解 明明这道题是基础题 这家伙是巴嘎嘛 但对阿南来说 他本来就不期待这里的任何东西 原来他昨天中午在餐厅就餐时 看到光头墙在吃美味的豆腐呢 哦不 是布丁 阿南流露出无限神网 可经过询问才得知布丁早卖完了 原来每天只做十二个 而且总会被封抢 而今天的布丁已经准备完毕 他掐准时间并马上冲出教室 刚跑出楼道 就感到大楼阵阵摇动 你以为发生地震了吗 不 这是捍卫布丁第一先锋队 还有二队 三队 可论体力谁是我拿哥的对手 他奋起直追 眼看布丁已经所剩无几 在这紧要关头 拿到了 哥拿到了 被欺负的同班同学小陆告诉他 因为咱们教室距食堂最远 想抢到布丁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从这里飞到对面楼上 就能抢占先机 按照物理学以四十五度角 飞出去就可以 不过人类是办不到的 男哥一脸英勇 没有哥办不到的是 来吧展示 妈呀 居然有人在天上飞 同学们纷纷懵逼 男人不负所望 惊险之鱼飞到对面 全力奔跑之下 终于抢到了布丁 此刻他才明白 学习知识有多重要 他第一次感到青春的热血 兴奋地仰天大叫 可老师和同学们 却无法理解这危险的举动 为了吃布丁这样玩面 让他们觉得他更像二傻子 只有班花小光认可了他 第二天 因为班长要去留学 所以班级要选出新的班长 但同学们纷纷不感兴趣 正当班主任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少主此刻却两眼冒光 班长想必就和当老大一样吧 此刻的他已经陷入幻想 那这里的老大也必须是哥 而作为班长 他需要组织接下来的球赛活动 可同学们纷纷不予理睬 只有小光愿意支持他 而这个班长之位和他想象的也不一样 不仅要擦黑板 还得干杂活 而且同学们对球赛完全没有干净 而他自己甚至连接球都不坏 对所有飞来的球都本能地揍飞 组里的小花也完全是运动白痴 一心只想退出 这天 小弟偷偷给他送来的亲手缝制的队服 这番举动让几个组员有些感动 受到对付的小花也不禁动容 他们终于开始了刻苦的练习 几人也越发默契 很快球赛即将开始 可少主所在的一班却连连失利 网球组的二狗因为太过专注输掉了比赛 足球组居然被二班踢出个春天 还有连中国强者都带不动的平堂球组 所有项目全军覆没 而凭借少主的万力和小鹿的球技 只有篮球闯进了决赛 很快决赛开始 班主任看着热血的二班 和自己颓废的一班顿感无奈 赛前小光还给少主扎了个揪 在几人的紧密配合下 双方势均力敌 看着颇有干劲的几人 同学们渐渐被振奋 也开始加油鼓劲 被包围的少主找准时机 将球传给了小花 而他也不负所望 精准传球 可少主在和对手拉扯中 扯坏了裤腰带 但没办法 裤子掉了也要赢 最终由少主一个精准的三分球 众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几人欢乐地庆祝 他再一次感受到未曾感受过的热血青春 而一直把父亲只当老大不当老爸看的他 终于第一次清土了他的校园生活 而一直想以父亲而非老大的身份给儿子补偿父爱的老爸终于也乐 他是黄晓明的弟弟 眼睛一闭 让小弟随便缩哈 马上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他只需一个潇洒的眼神 就能俘获金发妹的芳心 他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最强大哥大 可仍然有一件事令他胆战心惊 那就是高中树里话 原来因为他实在是个傻丹 被老爸送去高中读书 为了隐藏身份 还得给班上的卡拉米交保护费 可他们不知道 其实他和班主任一个年纪 而且晚上他带着小弟逛街时 恰巧又被这几个班上的卡拉米遇到 小弟们一看差点要被发现 赶紧采取行动 同学离开后 小弟们赶紧给大哥道歉 第二天上学又迎来噩耗 原来即将要进行期末考试 管家为他请来了终极家教 但受不了对方喋喋不休的他还没学几分钟就把人家给揍飞 区区期末考试想难倒本少爷 看我去偷试卷回来 可不仅一无所获 还差点被发现 他甚至跑去收买老师 此举可把小方老师吓坏了 还以为少主图谋不轨 而少主的种种做法让小鹿感到气愤 逃避问题当然比解决问题容易 但仍然必须面对 很快考试开始 他四处张望 可小鹿压根不愿帮他 看着试卷上一串串乱码 他裂开了 终于他心生一记 他想起自己擅长的俄罗斯轮盘 索性用丢铅笔的方式决定答案 可考语文就行不通了 这压根没选项呀 考英语更离谱 快看这听天书的表情 即使这样 他还是期待在考试成绩出来后 期待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 这项不像你曾经的样子 可不出所料 他成了最新的吊车尾 上一任吊车尾小刺头 为了感谢有人顶替自己 还准备收他做小弟 没办法 把他当朋友的小鹿和小光 决定帮他补习 走在路上他还在背书 哀れは 水 沙克君 はい 就比如今天七七的夕阳很美 原来词语还有这么多用法 果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或许好好学习说不定也不错 他们就这样不断帮少主进步 他也吐露了自己从小就厌学的过去 很快针对他个人的补考开始 班主任看着认真作答的少主也笑了 很快成绩出来了 虽然分数还是很低 但进步简直是飞速 老师也一致表示要给予珍喜同学支持 考完试的少主联系管家 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电话 他感到诧异 莫非 原来是敌对的狗狗帮在他们地盘闹事 为了不影响少爷的学习和补考 他们决定自己去解决 而正巧被班上的小卡拉米看到 可因为太吵被一拳打晕 此时管家带着小弟们赶来 双方本来势均力敌 谁曾想对面老大是个二杆子 一把明晃晃的十米大刀架到管家脖子上 我问你敢动吗 就在此时 少主竟换上便装赶来 随分と勿体つけた逗状じゃねが 不出所料 等小刺头醒来 卡拉米们已经通通去了西北 他还跑到班上吹嘘 殊不知大魔王就站在旁边 而同时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帮中众人的迎接下 二少爷弟弟从国外回来了 班主任正在帮这个新来的二傻子 转学上补习基础知识 他也总是莫名地很在意这个新同学 但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和自己年纪相当 而且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黑帮的最强少主 他最近惊奇地发现 一想起班花小光心里就蓬蓬直跳 总是美女围绕身边的他 第一次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 而且一看到小光 他就吓得六神无阻 坐操的时候不慎对视了一眼 直接懵逼得连拍子都跟不上了 环比的时候 直接吓成了癫痫 心里仿佛有个小人在乱跳 这到底是啥子情况 晚上回到家里 因为成绩优异的弟弟被家族所喜爱 自己的帮会继承人之位受到威胁 这更让他焦虑不已 第二天上学时又碰巧遇见小光 因为共同打伞产生的碰触 让他心脏差点爆炸 这天 学校要组织男女同学一组的试胆大会 同学们正在讨论 纷纷不想和二傻子少主抽到一组 这可把同学们惊到了 回到班里的少主 看着众人的表情不禁懵逼 小四头还异常悲愤 很快抽签开始 然而狗血的是 二人居然恰巧抽到一组 而看着二人的反应 小路不禁提出疑问 这一番言论引起身后众人的注意 而老师的话语却一语惊醒梦中人 难道自己正处于这种情感之中吗 很快试胆大会开始 男女同学二人一组有序入场 而少主却因为 即将和小光谷处紧张得不得了 终于被牵手的他再也绷不住了 二人安全到达终点 小光被突然熄灭的烛光吓到 差点摔倒 而接住他的少主此刻心率 终于达到临界点 他慌忙逃离现场 他直接晕倒在树林里躺到了第二天 找到他的班主任告诉他 还以为他是因为害怕 才丢下自己逃跑的小光早已经回去 他想道歉 可小光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还被同学嘲讽胆子小不像个爷们 却可不行 在餐厅吃饭时 他又鼓足勇气叫住小光 一番诚恳到歉眼看 马上就被接受 由此心态爆炸的少主开始摆烂 不仅当众顶撞老师 还在班里大发雷霆 而且在小字头几人面前也不再掩饰 对隔壁学校的卡拉米大打出手 还整天旷课不来班里 面对同学们的风言风语 小鹿极力抗议 并找到少主好言相劝 小光的几个好闺蜜也找到他 说小光并不是真的讨厌你 离开后 管家告诉他老爸去学校参加家长会 他猛然想起当时收到通知时的想象 他赶忙冲回学校 谁曾想打扮儒雅的老爸正在感谢班主任 老师告诉他 少主也正在改变着这个班级 晚上他和家里的弟弟也重修于好 他看着班主任的留言固惊笑 他决定回到班里 第二天他作为班干部领导 大家参加火灾演员 同学们看着这个连水枪都用不好的二傻 好像这个憨憨的大个子 渐渐成了他们的开心 他们纷纷赶来帮忙 在同伴的腰和家 小光也来搭把手 二人就这样重修于好 第二天 学校通知了一则巨大恶好 禀得同学们振振哀号 甚至整个校园乱成一锅粥 这又是啥子情况 本来总是被同学嘲笑的憨憨转学生 真实身份其实是黑帮的最强少主 而他今天却成了班级的英雄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上学时 他发现自己的小弟居然潜入了学校 成了校园的金牌宝洁 原来他是为了暗中保护大哥 而且他还抢来了学校最宝贵的限量布丁 可这番举动让少主勃然大怒 每天靠自己抢来的布丁才是青春了 第二天 班里总是不对付的小刺头和长毛君吵了起来 此时却突然收到广播通知 今天中午食堂没有布丁供应 大伙们集体心态爆炸 纷纷冲向食堂质问火夫 可他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 少主还以为又是被小弟抢走 可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是每天中午准时送布丁的小岛先生神秘失踪 到了第二天 布丁依旧没有送来 毫无干劲的同学们纷纷变异 整个校园变得乌烟瘴气 没有了青春布丁 大家集体空虚寂寞了 布丁一号粉丝光头强稀里哗啦的流泪 校方为了让大家变得积极起来 组织了料理大会 而拿到刀的少主直接变身 没想到这伙还是个中华小当家 放学后 小刺头和长毛君又在校外的餐厅吵了起来 此时隔壁学校的卡拉米赶来报仇 还带来了更大的卡拉米 他们把班上的大伙统统带走 碰巧此景被小弟看到 他敢来通知少主 身为班干部老子岂能坐视不管 可却被管家拦下 眼看还有半年毕业 可不能惹下麻烦 但他了解少主的性子 知道自己拦不住 所以想了一个办法 而同学们这边正在被暴打 眼看几个卡哇伊也要惨遭毒手 太羞耻了 少主竟变成咸淡超人 但该说不说他果然身手不凡 区区卡拉米根本不是对手 给同学们看得热血沸腾 一套行于流水的拳法 卡拉米根通通去了西北 打完收工 一番钟二演讲加上帅气离场 几人停止了争吵 第二天广播通报喜讯 原来是去外地改良了布丁的小岛先生归来 青春布丁将再次上线 为了庆祝此事 今天将举办布丁抢夺大赛 每个班派出几人共同参加赛跑 抢到的班级将独享所有布丁 本来一班只有少主和小光参加 可看着干劲十足的少主 小鹿和小刺头也赶来帮忙 同学们也纷纷来加油助威 赛跑开始 平静的校园秒便俯山形 他们显然小看了学校的卧龙送出呢 甚至还有人掉绳索 而且还有劲敌光头墙 只见光头墙使出一招皮鞋冲击 少主以高难度瑜伽动作躲过 小刺头的小弟见是拖延住光头墙 他们一窝蜂冲进食堂 眼看布丁静在眼前 少主让小鹿跳山羊过去 可小刺头也跟着一起 小鹿率先夺旗 差点被抢的旗子又飞到了小光手中 可他们忘记了空中的小刺头 关键时刻 少主瞬间蜘蛛侠附体 小鹿率先处 由此一来 少主成了班级的英雄 放学后 他也终于学会打字给小光回了信息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精彩故事呢 这个傻子是全世界最二的班长 但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只需一个眼神 就能俘获美女芳心的最强大哥大 老爸想让木勒的他在高中学点知识 他却不学好和班花谈恋爱 虽然平时的他身边美女如云 但只有甜美的班花令他魂牵梦绕 他还想象小光给自己当黑帮夫人的景象 而其实小光也早已对他芳心暗许 柔道客上 强大的他令小光敬佩不已 连体育老师都震惊于他的实力 差点说漏了嘴 其实他压根是个快三十岁的大叔 而且连老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看着一旁的小光 他暗下决心要提出约会 而看着最近反常的班主任 当爹的校长还以为女儿喜欢上了少主 老师回答你竟瞎说 人家可是未成年呢 俩人的对话恰巧被一旁的少主听到 妈呀这可怎么办 但是只是约会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憨憨的他不知该如何开口 但意外的是小光竟先找到他 迟迟没有话题的他略显尴尬 既然如此鲜乱夸一通好了 这番夸奖虽然很二 但是还蛮有效果 二人一起快乐地拍大头贴 吃冰棒 看夕阳 还去他家里做客 看着这一屋子的兄弟姐妹 少主第一次感觉到温馨 但看着电视里的中二电视剧 小光却表现出抗拒 原来他从小就对黑帮的人有阴影 所以一直痛恨暴力 听闻此话少主顿时哭唧唧 要是被知道自己其实是个黑帮大哥大 那岂不是玩犊子了 而也正因如此 他们在路上被一群卡拉米挑衅时 正准备出手的他想起刚刚小光的话 一直不愿出手的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自此无奈的少主便不自觉地疏远小光 这天 小光的弟弟突然找了过来 说是在隔壁镇上考试的小光 忘了带他的幸运 少主左思右想 还是接过笔狂奔过去 小光很开心 并邀请他考试结束后在老地方见面 但不知该如何面对小光的少主 让小路代替前去 他感到很痛苦 但又别无他法 好在有班主任的安慰 回到家的他又回归了老大的身份 可他却突然接到电话 同学小路竟然顺着地址找到了他家 妈呀 这可是帮派总部 这下完独子了 这可如何是好 关注我 下回接着讲 班里的憨憨班长其实是黑色会的大哥大 因为太傻被老爸送入高中 但同学小路渐渐察觉到不对 从各种蛛丝马迹看来 总感觉他在隐瞒着什么 所以他打算不请自来去少主家里一探究竟 这可把少主吓坏了 这哪是他的家 明明就是帮派总部 整个内部马上响起红色警方 众人赶紧整理现场 小路还把二少爷当成了少主的家教 不过说起来你家真气派呀 正说着一对出勤的人马回来了 好在小弟的一记非真 加上瞒天过海动画墙 再加上少主的精湛演技 让小路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他翻看少主相册时 无意间看到了帮派的合影 很快校园将组织文化解 可同学们纷纷提不起兴趣 班主任却强硬地告诉大家必须参加 而且没想到他竟是一位超强吉他手 原来他曾在校园生活里留下过遗憾 为了大家今后宝贵的校园记忆 他才穿夺大家共同参加 而且班上简直藏龙卧虎 金丝眼镜君竟是电子琴六级的传说级高手 同学们纷纷带上乐器各司其职 可是他会的灯 憨憨的少主只好临阵磨枪 可排练时简直成了群魔乱舞 他们不断练习 渐入佳境 可长毛君却想退出表演 少主不由分说地把他扛回班级 而他也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很快文化节即将开始 他们气势汹汹前往会场 老爹也带着家里人来观看表演 不得不说校园果然强者如云 年轻时的鸟叔大秀唱跳绝火 很快轮到他们上场 众人一鼓作气 大伙渐渐进入状态 可此时却发生了意外 少主直接敲上头了 表演中断 好在有长毛君救场 在他的鼓舞下 众人重新开始 在大家的棋力表演下 观众们纷纷被带动 整个会场嗨了起来 表演完毕 大家纷纷鼓掌 终于到了宣读最佳班级的时刻 少主顿时难受的压品 不住地给各位道歉 可大家却突然笑了 正当他不知怎么回事时 小弟推着蛋糕走了进来 原来今天是少主的生日 即使输了 但他们也由衷感谢 这个憨憨的班长带领他们 这可把少主感动得不行不行了 这才是青春啊 可比打架什么的美多了 第二天 他作为帮派大哥上山祈福时 偶然扶住一名差点摔倒的女人 抬头一看尽是自己的班主任 吓得他赶紧跑路 这可该咋办 这个黑色慧大哥正带着卡拉米们 在山上祈福 下山时扶住了一个 差点摔倒的女人 而看到这个女人的面孔 他瞬间落荒而逃 这一番巧遇让他不知该咋办 说话时他还不自觉地将帅脸扭曲 果然班主任并没有认出他 原来那天他并未戴隐形眼镜 他还觉得是自己喜欢上他才会认错 可在这毕业前夕 少主的成绩居然是满江红 校方让他努力学习 争取在两周后通过补考 而那一天也是他和弟弟争夺继承之位的日子 可在组织内部的电视节目里 弟弟以超高智商获得大量人气 支持率足足是他的几倍 但不服输的他怎会就此放弃 无论是毕业和继承他统统要拿下 他在同学小路的补习下不断进步 终于迎来了补考 开始连算术都不会的他 如今已经迎来蜕变 曾经总是交白卷的他 这一次却奋笔疾书 连小光也在外面为他加油 最终他的所有科目都过了及格线 如此一来他终于有资格毕业 看着少主的成长 班主任也泪目了 接下来参选演讲开始 弟弟因为超强的经济头脑 获得一众成员的支持 少主接过演讲稿 霸气地站上演讲台 妈呀 原来是小弟搞混了 少主手里拿的居然是布丁的配方 他索性把稿子丢掉 自己虽然没有弟弟那样的头脑 但是现在也在高中收获了很多 知识 有情 责任 说完就潇洒下台 而下面的成员们也知道 是少主一直带领着他们打天下 最终结果出炉 二人的票数相差无几 他终于正式成为了组织的继承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狗狗帮的老大丧彪已经准备对他下手 如今这个本就强大的男人学到了知识 更是他们的大敌 无论如何要让他消失 就在这毕业前夕高度警惕的少主再次察觉到危险 狗狗帮居然出现在学校 并且不由分说地对同学们出手 他终于不再忍耐 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爆发 这群卡拉米冲进学校 正是为了报复在这里学习的少主 可如果在这里出手 肯定无法毕业 他忍辱负重 下跪祈求卡拉米们离开 可卡拉米岂会罢休 他直接向大伙宣读少主的真实身份 看着被卡拉米欺负的同学们 少主终于爆发 与卡拉米们撕打在一起 看着一向憨憨的少主如此暴力 大家伙都被吓到了 越打越起劲了他 甚至露出了巨石强僧同款纹身 暴走的他直接送卡拉米忍恨西部 随着他被佛波罗带走 众人全都裂开了 校方不得已将其开除 没想到憨憨班长居然比老师年纪还要大 感觉被骗的同学们也无尽的失落 被拘留的少主天天失眠 管家告诉他要积极地考虑 当晚仍然失眠 他强迫自己往好处想 マッキーってね やっぱりヤクザじゃなかったんだってさ なんだヤクザじゃなかったんだ 28歳だったんでしょ でも男って一層 年上の方が良くない 確かに やっぱりマッキーはこのクラスの一員だよね うん そうよ みんなで一緒に卒業よ 第二天 班主任来看他 看见班主任吓得他差点掉头就跑 可看着并未责怪自己的班主任 他不禁哭成了泪人 他身为巨下的道歉 这也令他释放了所有的压力 当晚睡得比真知棒还要甜 终于他期满释放 这一番精力令他的心态也产生了变化 晚上带着小弟们上街时 碰巧遇到被自己揍惨的卡拉米们 面对卡拉米的挑衅 少主居然没有发火 反而用学过的语文知识开始嘲讽 一顿阴阳怪气 然后大笑离开 气得卡拉米差点哭了出来 第二天 小路和小光找到少主家里 看着少主这身打扮很是不习惯 可对他们来说记忆无法造假 小光还邀请他来参加毕业典礼 而班上的同学们也逐渐从悲伤中走出 除小光外 大家都觉得帮派老大才是他的真正身份 小刺头甚至害怕自己被报复 小路尽力去替少主解释 很快毕业典礼开始 同学们纷纷成功毕业 在最后的班会上 班主任准备宣读少主的交换日记 但那只是开始 经过和同学们这一年的相处 为了抢布丁在天上飞 连传球都不会的他和大家一起赢得球赛 一起学习 一起看七七的夕阳 试胆大会 抢布丁大赛 文化节 他收获了毕生最难忘的记忆 听完少主的日记 同学们全都哭得稀里哗啦 在他们的记忆里 没有黑色会大哥的少主 只有憨憨的珍喜同学 他们不想就这样结束 小刺头几人一番寻找 终于找到了少主 虽然不能毕业 他们也希望少主能来一起参加毕业典礼 本来他半推半就地走了一段路 但他猛然看到笑气后 才坚定了目光 他肆意地奔向学校 穿过门口 跑过石堂 班里的大家早已经在等 同学们为他换上校服 他们私自为少主 准备了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 为他颁发了一本有情的毕业证书 在他们心中 这也是大家一起毕业的印象 他也再次感激了爱慕自己的小光 似乎决定了什么事 果然 回到家的他正准备接受继承仪式 这时他却告诉老爸自己不想到 没错 他又踏进了校园 将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